基隆市議員張品鈞特地準備好 康乃馨和立體口罩 送到中山區六所公立小學和幼兒園 請校方發送給有到學校上課的小朋友 每人戴一朵康乃馨和一個立體口罩 帶回家轉贈給母親大人 讓小朋友感恩母愛的偉大 也兼顧防疫的需求 來慶祝母親節 媽媽也是非常辛苦 都是這麼辛苦的付出 這次也特別感謝我們張品鈞作協助 然後送大家各位媽媽一朵康乃馨 而且跟這個口罩表達感謝之意 然後來送給我們中山區所有國小跟幼兒園 這些學童們 也讓他們把這些康乃馨跟口罩帶回家 跟他們辛苦的媽媽們說這母親節快樂 並跟他們說我愛你 然後因為其實疫情期間 當我們現在改為實體跟線上同時上課 那大概現在知道上課的比例 大概是六成的人會來上課 那我們也大概準備七成以上的康乃馨 然後還有包含教職員的一起贈送 也除了跟媽媽們 還有跟教職員同時都說辛苦了 母親節快樂 然後其實疫情期間也是相當的遠近 送口罩也是提醒大家 要防疫多注意安全 然後也希望大家全民 大家都繼續抗疫 然後來共同守護我們美好的家園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急劇升溫的影響 以中山區德河 中華 中和 仙洞港溪 以及中山六所小學來說 每所學校大約六成左右學生到校上課 四成採取線上教學 張秉均除了請有來上課的小朋友 戴康乃馨和口罩回家之外 也送給學校教職員們 希望在嚴峻疫情下 還是能夠兼顧防疫彰顯母愛的偉大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